歡迎收看《晚安八八經》 我是小安 那你們喜歡我們節目的人 記得幫我們訂閱、分享、按讚的部分喔 然後今天呢 我們要討論的主題是 婚姻是愛情的墳墓嗎? 你會講嗎? 我會講 因為現在啊 有明明的微笑 那現在呢 因為太多人是屬於不婚主義 甚至是晚婚的人越來越多 然後呢 還會覺得說 婚姻是愛情的墳墓 對於婚姻抱持著負面的想法 真的是這樣嗎? 那為什麼旁邊一直點頭 是嗎? 我們今天呢 邀請了結婚八年 擁有四寶媽的親愛來分享 四胎不容易 結婚八年也不容易 我就說我們的愛情還在夾鳳梨求生的時候 你們的老公是你們的初戀嗎? 是 真的假的 這個也要拍一集 我跟老公可能在一起二十幾年了 在一起二十幾年 你們從什麼時候 對 小學六年級 警察不然等一下就來了 小學六年級 真的假的 小學六年級 對 但是小時候就是那種 你喜歡我我喜歡你那種 然後就這樣 到現在 婚中間有分手過嗎? 有有有 然後可是你沒有在交往 沒有在去跟別人 沒有 就是 看你老公 怎麼複合的 對啊 怎麼複合的 就是 我就說這是一個孽緣嘛 就是 可以講 可以了 我們都這樣開玩笑的講 對啊 那時候 因為心裡都還有對方 真的 好感人喔 我們那時候分開了 不要告訴我一天 沒有 小人 小人 小人分白眼 可能一年多 一年多 很久了 但中間都還是有聯絡 對 然後最後真的又在一起是 我那時候已經上班了 因為我高中的時候就已經半工半讀 這樣 然後他就有找我一起出去 所以是高中分手 國三到高二中幾 三年 兩年嗎 都是青春的時候 真的 對 我的青春都沒了 不會想要在 中間 大學的時候 大學生的玉博 最輝煌了 你真的好偉大喔 反正是念緣啦 念緣 那你呢 你老公是你的初戀嗎 我 好帥 這好帥 看起來不是 我要跟他欠你 夠嗎 夠嗎 他不是第一個 他不是第一個 所以 只有你是第一個耶 你也不是 我也不是 你應該也 對 我沒有你這麼多 你這樣子有點誇張 我老公再寫 我老公會看我不能這樣子 太誇張 太誇張 老公結婚你是看上他哪一點 就是你覺得 你先問他 我嗎 我問你 因為前面已經有很多的經驗 不是剛剛這麼多的 對 因為前面有很多的經驗 所以我以前我都是選 我喜歡他比較多一點 就是你喜歡的 對 但是發現結局都不好 所以我後面我就會想要選一個 他愛我多一點的 欸我很認同耶 對 我發現有差 我覺得有耶 因為我之前前幾個也是 學你愛他 就是我付出比較多 對對對 然後呢 可是殊不知就是沒有得到回 錯記的回憶 可是後來就是 就是我老公也是那種 就是他愛我比較多 然後呢 我就覺得說 欸有被愛的感覺 就很好 對 就是幸福感會多很多很多 對 那你呢 你雖然沒有 就是 就是初戀啊 可是 我剛剛講就是 為什麼會初戀就結婚 我覺得給我印象很深 是我爸媽就初戀就結婚 所以我覺得好像這個種子 就滿在我心裡 我也要初戀就結婚 但是你會有一個就是 就是 我真的要跟這個人走到結婚的對面 他對我家人非常好 就是他付出 像對他家人一樣 而且對 然後他 我老公是屬於那種很大方的 他完全不計較 不管是金錢還是什麼東西 他都是很大方的 對 這點很重要吧 這點男生很重要 男生小氣就真的行OK 如果我老公也是這樣子 所以在後面才是選他 我覺得如果就是很 分得很明 就是很清楚的 很計較的 就是說 你爸媽就是你爸媽 我爸媽就是我爸媽的那一種的話 通常都很容易吵架 對 不行 或是AA制之類的 你們交往的時候 是AA制嗎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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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們有聽過別人就是他們交往AA制的 有啊有啊 我沒辦法 我以前的幾任全部都不是AA的 全部都不是 全部都不是 我曾經聽過一個 但其實有一點點久了 我有碰過一個 不是 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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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聽過耶 朋友的朋友是不是 這真的是朋友 然後他們就有講過說 他們去就是Motel也AA制 然後女生就會覺得說 怎麼可以 就是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 就分了 我覺得這部分也難吧 去那種地方都要AA制 真的 你說力道人家鄧多啊 因為我覺得 我那時候跟我老公交往的時候 我老公會說 欸就是出去啊 我花錢啊 什麼什麼的都可以 不是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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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可是我會覺得說 我那時候 就是那時候還是朋友的時候 他會覺得說 欸就是出去嘛 然後呢就是我花錢 你講不要 不是我 你一講這個我就會一直出一句話 不要這樣 我是一直說 我當初跟我老公交往的時候 我老公也是那種很大方 就是出去說 欸我花費 可是我會心裡會有一點點的 就是 會覺得說 欸好像都讓你男生花錢 欸我都不會 對啊 我覺得就是好像都讓你男生花錢 因為那時候 畢竟我們還沒有真正的在一起 喔喔喔 在追你啦 對啊還是曖昧的階段 然後所以呢我會覺得說 嗯這樣好像有點不太好 所以我都跟他講說 沒關係這次他你請 然後下一場我請的那一種 不然你們在曖昧階段 你都是一樣 曖昧我也會裝啊 假裝拿錢包是不是 對我說 喔 然後就他兩個阿昧 沒有沒有沒有 喔喔喔喔喔 真的要這樣才是 嗯 他會覺得 天啊我很懂那些 不是說真的要站他便利 對 吃吃吃的 還是要 還是要表示一下 還是要表示一下 互相互相互照 妳媽媽有沒有對妳這樣講過? 我媽沒有,我媽超嚴的啊 對,妳媽超嚴的 她應該自始至終都覺得我現在是第一個 所以妳剛剛算落在 阿姨,不要看到我 沒有,她還沒有,她還沒有,她還沒有 因為我的媽媽就是之前都會 就是在我還沒有就是結婚前 或是那時候還在青春期前的時候 她都會講說 妳不要學我,要這麼早結婚 妳要先玩夠了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 就是結了婚以後就沒得玩了 所以妳們一定要先玩夠本了以後 妳們再結婚 我覺得我媽媽都好像都會這樣跟小孩子說 就是說 妳不要走我以前走過的路 真的啊 是不是現在就會想說 只要初戀就結婚 只要初戀就結婚 妳不要初戀就結婚 多戀事是好事 對,多戀事是好事 對 像我同學 他在幹嘛 他就是交往過很多男朋友 他就說其實 他在每一個男朋友當中 他都可以就是讓自己更成長 所以反而 到最後他是 比較完整的自己 然後再去結婚的 嗯 那他老公知道嗎 哈哈哈 我怕他老公看這一集 應該不會啦 可是我覺得有優缺點 因為像我不是就是已經有 有幾個了 對 所以我會很清楚知道我想要的是什麼 就是結婚對象的條件 所以跟妳們現在是一樣的嗎 我完全不一樣 哈哈哈 妳當初的理想的結婚條件是什麼 那 以前 以前在談戀愛會很有憧憬 會看那些漫畫啊 或幹嘛 會看偶像去 然後就會想到 自己的男朋友也是那個樣子 就是 又高啊 又帥啊 又幹嘛的 又對自己好啊 但是後來發現 欸 結果都不如預期 事實都不是這樣 那我不如選一個就是對我比較好的 對 雖然他可能也沒有到那麼的高 或者是 哈哈哈 對 對 但是我後來發現 比較幸福是真的 嗯 那妳呢 我小時候 我高中的時候就是有自己寫那個 那個 我 列極點 對 列極點 2 3 欸 對 然後有 我老公 全部都是我老公欸 然後 哇 那時候我還 就是那時候我跟他分開 我想直到達極點 哈哈 我喜歡 會打籃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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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打籃球的 會打籃球的 然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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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膚是黑的 皮膚是黑的 然後是 然後有酒窩的 有酒窩 對 然後就是對我好 對妳好有 我忘記我還寫什麼 然後後來我就看一看 欸 這不就我老公 我就那時候 對家人好 對 對家人好 對 然後就看 唯一沒有就是身高而已 我要寫要高的 然後說 一百發以上的 但是沒有 欸 因為之前以前啊 我不知道 現場的媽媽們 你們當初 就是對於 在結婚前的時候 的那個理想條件 因為以前都會講說 要高啦 要帥 對啊 要有錢 對啊 那你們現在 你們挑選的老公 真的是你們自己 理想的條件嗎 如果是的話 你可以再留言 就是下面告訴我 或者是你可以把條件 列出來讓我們知道 你知道我老公曾經 問我一句話 他就說如果現在一個 很高很帥的男生 但是他沒有錢 跟一個肚子很大 但很有錢 你會選哪個 我心裡想想 我選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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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選肚子很大 對啊 我選肚子很大 我覺得真的還是 因為結婚後 還是經濟 如果可以好一點 我覺得是 很好的一件事情 但是其實年輕的時候 沒有不懂的 年輕就是 年輕不懂 對 年輕不懂 這都是歲月的力量 真的齁 那我覺得就是 找到自己 符合的條件 都是最重要的 真的 要合得來 以前我媽都說 對你好最重要 對 對 那你現在還認同嗎 我還 我還認同啊 我還認同啊 你覺得真的對自己很重要嗎 對自己好 對那是重要 你不能 他不能比較愛他自己啊 那不行 真的不行 如果是 會比較容易草見 會會 就是會覺得說 嗯 好像我做什麼都不對 然後呢 好像你也不體貼我 對 對 以前啊 戀愛的愛情觀 跟現在有落差嗎 當然有啊 現在就是變得很實際啊 嗯 對啊 可能 因為現在有小孩了 所以就感覺都是以小孩為重 但是我看過一個很 因為那時候王陽明跟那個 你知道 我知道 文變的那個 然後我就看底下有人留言 我覺得他留得很好耶 他說 我們兩個原本是相愛的人 那小孩 後來生了小孩 就是小孩其實只是一個過程 那如果你太認真去扮演爸爸媽媽的角色 然後導致你們 一開始的初中美 就是很不值得 因為小孩會長大 他會有自己的家 但是 等他長大以後 你還是跟你原本愛的人在一起 就是你們到最後還是只有你們兩個 對 所以 你扮演爸爸媽媽的角色的時候 不需要太認真 這樣 對 但他當然他寫得輕輕鬆鬆啊 他經歷什麼 對 其實真的要 經歷的時候還是我們在經歷啊 對不對 對 對 真的是就是要磨合 你們覺得結婚是人生的什麼 這兩個字讓你們甜蜜 考驗 考驗 為什麼你覺得是考驗 因為結婚是 真的是兩家人的事 已經不是兩 當初你談戀愛的時候 兩個人那麼簡單 因為 以前那種說家家有很難念的經啊 我以前都不懂 到底有什麼 到底有什麼難念 這不夠是結婚嘛 真的耶 後來現在長到這個年紀 然後再看看身邊的朋友 可能有結婚有小孩子 就真的 每一家都有每一家難念的經驗這樣 真的 所以你過得去就是過去了 就像一個考驗一樣 你沒過去就是離婚 因為現在 現在離婚的人有那麼多 為什麼會離婚就是 你有問題你不解決 就是放在那裡 久了以後就 兩個人的感情也都會不掉 對 對 所以我覺得溝通 然後還有把你心裡的話講出來很重要 然後還有把你心裡的話講出來很重要 我覺得是一個 人生的一個轉折點耶 怎麼說你 為什麼你們都講得好勵志喔 因為如果你沒有結婚這一part 你就會一直在處於玩樂的當中 會一直沒辦法定下來 可是你一結婚你就會覺得說 喔我好像需要改變什麼 然後再來是一個合理的生小孩 為了家庭而變 為了家庭 因為我覺得有一個 會有一個責任性 這樣子的話 好像老人家講的很有道理 因為以前以往的人都會說 你們結婚以後就會有責任 對對對 所以就是像你講的就是一種那種責任的開始 因為老公 老公給我的感覺也是很明確 他如果沒有結婚的話 他也是魂魂惡惡啊 好像沒有一個後盾 但是一有了家庭 他就會覺得使命感會很重 我覺得婚姻是人生的起點 起點 好立志耶 不是 因為我們整個立志耶 因為我覺得啊 是就是 你以前 是另一個階段的開始 是另一個階段的開始 其實跟你講的有點像 對 就是因為呢 以前談戀愛的時候 就是都很甜 你很簡單 我要幹嘛就幹嘛 我還不用負責任一樣 對 就好像我們想要做什麼事情 就做什麼事情 都可以 可是結婚之後呢 就好像 完全跟談戀愛這兩回事分開了 就是重新開始做 真正婚姻後面的一些事情了 就是真的是包括就是說 你要對兩家人負責任 然後呢 你要對你自己的婚姻負責任 然後你要對你自己的小孩負責任 因為我看了日本的那個 媒體他們調查的 他們認為 我跟你講這個絕對跌破什麼眼鏡 你知道 結婚是人生的墳墓 排第六名 排第六名 第六名 然後呢 如果是地獄的話 排第八名 蛤 可是很多人都會想說 地獄我老公因為是地獄 因為每一個人啊 因為每一個人啊 都會就是 就是在 還沒有結婚的那一個人 就是譬如說 我自己結婚了 然後旁邊的人 都還有一個沒有結婚的 然後旁邊的人都會想說 我跟你講不要結婚 因為結婚就開始是人生的地獄 或是人生的墳墓 就沒想到他們是排第六名 跟第八名的 第一名是什麼 第一名 前三名是什麼 其實前三名都很勵志耶 前三名跟你講的有點像 第一名講的 第一名是轉經 轉經 轉經 對 第一名是轉經 可能 好像有錢人 或者是 嫁到有錢人嗎 感覺好像是要賺錢 然後第二名是試煉 就是那個 考驗的 那就是講的 考驗 然後那第三名呢 是實現目標的必經結婚 就跟你講的很像 對啊 所以我們講的好像 目前看來的感覺 那這可能真的都是有結婚的人來投的耶 對 他們受訪了1718名的受訪者 然後投出來的這個結果 那我很想問媽媽們 你們覺得 或者是有觀看的爸爸們都可以 你們覺得 婚姻 婚姻是人生的什麼 這兩個字讓你們甜 你們留言告訴我們 然後呢可以再搭配說為什麼 然後呢 但是沒有說為什麼 那我其實我們也不知道 因為我們太聽過太多人講這個東西 對 可是真正的碰到的是你們 你們為什麼會這樣覺得 你們就可以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有沒有後悔過說 你沒有跟 可以講嗎 沒有跟其他人就是交往過 有啦 有我覺得有 只要沒有經歷過沒有得到會 只要沒有經歷過沒有得到會 都一會後悔 一定會遺憾啊 一定會遺憾啊 人不是都這樣嗎 所以這挺很簡單 很簡單 沒什麼好問的 沒什麼好問的 你們戀愛到結婚啊 你們的吵架的點最不同的是什麼 我就覺得 男生跟女生想的都不一樣 他們的點跟我們的點都不一樣 我有看過一個文章 就是 他說因為男生 男性天生他們就是屬於狩獵的 所以他們心思不會那麼細膩 但是女生呢就是那種內心情感很豐富的 所以本來我們的那個 本來就是在不一樣地 基礎就是不一樣的 對 後來我就想說好 他們就從樓間在四十八 從樓間在四十八 我就不一樣 一直在吹平自己 對對對 後來就是我有比較了解以後 就覺得好好 那好像他們也沒想那麼多 這樣 女生比較感性 男生是比較理性 不一樣 我就是天生的母性 對 就是要餵飽他們 對 餵飽小孩 那你印象最深刻 就是你在這八年的婚姻當中 然後呢有沒有覺得 印象最深刻 你覺得結這場婚事正確的 有欸 就是我生完小 每一胎生完小孩 因為二路啊什麼 我老公都會幫忙 跟我一起去上廁所 然後幫忙我 請媽媽我倒熱水 然後上完廁所要擦藥 我老公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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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餓路啊擦藥啊 然後呢 到那些尿尿啊 全部都他在處理 對 你老公是嗎 我老公是啊 不好意思講不一樣 然後我 你老公很愛 我同學就說 你就是因為有這個錯覺 才一直在生小孩 我一直想要看到這種畫面 所以你就一直在生小孩 那你有沒有覺得 你現在講說 你現在講的是說 你這個事情是 你覺得選對人 那你有沒有覺得 某就是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 你會覺得說 我真的是選錯人了 我覺得我不應該 跟他就是結婚的那一個念頭 講念頭就好了 因為我覺得 你會 是我嗎 我其實沒有欸 真的 因為我有 翻訪 因為 當我有換位思考 我有幻想過 我覺得很難 我有幻想過說 如果今天我是 跟其他人在一起的話 那我覺得 對方可能 可能馬上就會跟我離婚 或是幹嘛 他可能沒辦法忍受我 之類的 我就覺得我老公 煞致對我很好 好聽對方中講 真的 人家都會說 你們兩個吵架的話 千萬不要把離婚說出口 對 可是有的時候 當你在氣候上的時候 一定會想說 要不離婚啊 什麼之類的 就是 什麼原因 就是 小孩的教學 其實是很無聊的事情 對 真的是很無聊 我覺得婚姻 當沒有小孩的時候 都還好 可是當婚姻有小孩的時候 那個經歷會不一樣 所以 其實我們兩個最常 最常吵的 真的也是一位小孩 就是他 他可能 就是我們兩個照顧小孩的方式不一樣 嗯 然後每 就是像我們講的肌膚不一樣 就會很容易吵架 對 所以當吵到一個就是 大家都忍無可忍的時候 然後心情爆發的時候 我會跟他講說 唉唷 就不要在一起啊 後來你就 又把小孩帶回去啊 什麼之類的 就會這樣之後 就會覺得說 我當初為什麼要選這個結婚 對 對 就會有這樣子 真的 真的 可是其實不是故意講的 但是那時候真的是在 情緒 一個情緒爆炸點 我覺得 我應該還沒到那個階段 因為你講 感覺是小朋友 就是上幼稚園 感覺是育兒 教學的 也沒用欸 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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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嬰兒的時候 小孩子 嬰兒也有 還會照顧 然後呢 他就會覺得說 欸 因為比如說小朋友很亂啊 什麼的 他不會太照顧 他都會希望說 應該是媽媽來照顧 然後呢 那時候有一次我去洗澡 然後他覺得我洗太久 有 我有一次也知道 然後整個爆炸 我就說 嗯 我洗個澡 我洗個澡已經夠快 你還寫我洗得澡很久 然後那時候我就整個爆炸 我也有一次 我就整個崩潰 哭了 然後就後來那時候 我就是真的也是會把 那個靈魂的兩個字 戴在嘴邊 但是真的不要講 就是 我覺得真的 真的是講久了以後 真的 真的 難免老公的那種情緒 你既然這麼想抵婚 那就離啊 就是真的有時候會這樣子 然後但是這個 情緒 雖然是在一個爆炸點 但是你們要適時的去緩和情緒 緩和之後呢 我覺得要好好的溝通 可是通常我不會好 我不會好好的溝我老公溝通 我也是 通常是我老公跟我溝通 然後我都會想說 好啦 你不要生氣了啦 就這樣子 不要生氣了啦 然後就開始來旁邊的指定 就好了 就好了 真的 就是這樣對不對 就這樣 你覺得這八年的回憶 你如何保持自我 保持自我 保持自我 就是我說的啊 運動啊 然後做自己喜歡的事啊 我覺得很重要 對 你還是要保持有你自己的興趣 那媽媽 有的時候 會不會很難 保持自己的興趣 譬如說我以前很喜歡唱歌 然後呢 現在就是有了小孩子 沒有辦法去唱歌 你可以唱啊 你買那個KTP 在家裡頭 在調色KTP 對 我是舉例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有的時候 真的 就是有的時候 以前 的興趣是 沒有人可以管的時候 我就可以盡情的去做自己的事情 所以很多人都說 生小孩以後好累喔 可是其實我後來發現不是累 只是因為小孩改變你的生活模式 你不習慣這個新的生活模式 所以你就覺得好累 因為一切都不是跟以前一樣 就是完全跟以前兩個人在一起的時候 所以你要就習慣他 習慣以後你就不會覺得累了 就像我現在這樣 就習慣他就好 就習慣他就好 結婚後有什麼壓力嗎 生小孩 不管是長輩的壓力 或者是老公給你的壓力 或者是小孩子給你的壓力 就是你結婚之後的壓力是什麼 我第一個壓力就是懷孕 是男生是女生 因為我老公到我家已經生了 前面已經四個女生 沒有男生 他們公婆雖然都說沒關係 健康就好 但是我自己給我的壓力超大 你一定要就是那時候 你要拼一個 我就覺得 要拼一個 那你那時候 因為你第一拍是女生 那你那時候 所以我懷疑他的壓力超級大 我自己給我的壓力超大 等我生出來我才真的放鬆 才確認說是男 不是確認他 我終於是男 所以我沒有那個就是 但是我懷疑他 因為我的婦產可能基本上四個月才會說性別 然後我就去別的婦產三個多月的時候 我就去別的就是拜託他可以先告訴我是男生女生這樣 你壓力好大 到成這樣走了嗎 你有什麼產這個放正面啊 或是什麼其他的廟方 因為我沒有性感 所以我就沒有去 對對不對 你壓力好大 那你呢 你有沒有什麼壓力 就是結婚後的壓力是什麼 就是被孕啊 還是我家床借你一下 去你家住一下 那邊蠻旺的 對啊 所以 所以大家結婚的壓力都是生小孩喔 我是聽其他人其實經濟也是一個中別 對 如果你沒有生小孩就是經濟了 我老公可能也是經濟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自己也倒是沒有生小孩的壓力 因為你都順順啊 沒有沒有 其實我老公一開始就沒有要生小孩 我老公是直接就是跟我婆婆講說 你不要指望在我這邊抱到孫子喔 他就說 就是如果你想要抱孫子的話 請你去找就是你的就是小兒子 其他的 所以我老公是一開始打 壓根子就沒有打算生了 是被我 所以我跟他講說 如果講是我們真的要走到結婚這一個步驟的話 就要小孩 我至少要生一個小孩 所以我老公現在每天都來就跟我講說 你看吧 要不是你們現在 好高 你們現在很考慮 我們現在都不知道去哪裡環遊世界了 開跑車 對 所以現在就是有小孩子多少難免就是 就是 會被一些半顧啊 對啊 就是生活上面都會不一樣 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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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悔過 或是不滿過 對於婚姻生活上面 最後悔 選擇他的一點 現在要講出來了 哇 出來了 嗚 就是他的脾氣 喔脾氣 他的脾氣 高EQ真的很重要我覺得 對 那妳覺得老公脾氣哪裡不差 不好啊 他爆炸的時候就直接 會不會開車 會不會開車 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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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公不會 我老公會 壓車莊 那很危險 你看神經病 可以講嗎 現在神經病很多很危險 不可以這樣 等到現在就只是 後來你開車 他人家寄了你的車牌 是你很危險 你要跟他這樣講 他是真的啊 但是因為真的有時候情緒來 他也不會這樣 我老公只有我會把他忍入 其他人真的會 你都怎麼忍入 你都怎麼忍入 那個真實的話怎麼真的很難聽嗎 欸我很佩服 就是 我不知道 就是很多 就是你有時候會去看FB啊 或者是一些那個Tiktok 他會教你一些婚姻的經營模式 那嘴巴講講誰都會 你知道 因為我真的很難 因為他們都會講說 你們一定要就是 如果兩夫妻要長久在一起的話 你們一定就是要對 要 要 要 趕快對媽媽 而不要就是 很常就是 把你們 對 不吵他 或是把不滿人講出去 對 很常這樣 對我也很常這樣 所以我會覺得說 那些媽媽 那些就是 很厲害的人 他怎麼都可以就是 就是 對老公講好 好沒辦法 欸可是我老公也是一直在跟我講 他就說我不要一直惹他生氣 因為我有時候會對他不耐 他每次會說 我只要幾句好聽話他就好了 但我就是說不出口 欸你們會嗎 你們會嗎 媽媽們你們會嗎 對你們老公是講好話 還是就是一樣跟我們一樣就是 不是啊 講不出來 就是有時候會覺得說 就是情緒上我要怎麼 哈 我覺得我們兩個都要訓練 有時刻刻啊 就說老婆妳好漂亮 老公我好愛妳 有什麼之類 他們有小孩嗎 有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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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們會 你們會對於老公 會就是 會這樣子嗎 就說老公 妳對我好好喔 老公我好愛妳 不會 我以前交往期 我就不是這樣的一個人了 所以妳在交往的時候 也沒有跟你老公講過 老公我愛妳 或什麼之類的 會啊 以前都會講 還是會 但是不會一直掛在嘴邊啊 可能就是她送我東西的時候 就是 啊好好好 謝謝妳 送東西的時候才會出來 其實她平常不會 我們睡覺前都會講 真的假的 我愛妳 沒有小孩之前 睡覺的時候 沒有小孩之前 那睡覺也有小孩之後 那就睡個趕快睡吧 我老公會跟我講說 就是如果 就是她覺得 就是還是要保持一些 情緒 夫妻的一些 有啦還是有 滋潤 對滋潤 比如說 她會覺得說 欸妳上班的時候 就是上班前啊 就是可能 kiss一下啦 或者是說 就是說 她會覺得說 欸老婆妳可以幫我加油一下 她就會覺得很開心 她說不需要多 就是這麼簡單的 我老公也會這樣跟我講 但是就是有時候會做不出來 她只要妳看過來 她只要妳看過來 我就頭都推開 就說 好啦好啦妳快點去上班了 妳結婚幾年 我結婚 我結婚幾年 我2015結婚了 比我早一年 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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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2016結婚了 2015結婚了 所以 所以這樣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差不多啦 還在撐啦 還在撐 那妳說妳是 剛剛是說妳是在婚姻中 求細鳳生存 我們的愛情在戲縫中 欸什麼啊 在假縫中求成存 因為我們有四個小孩 平常就弄這四個小孩 但是 我跟我老公平常就是 很喜歡講幹話啊 就是講一些好笑的話啊 然後 如果有時間 我們還是會去約會 就是還是要有兩人世界 小孩不帶 四位都不帶 對 四位都不帶 都是給 就是後援 我媽會 就幫我帶三次 然後一二就去上課 那個時候我們就可能會去 特別請假 我覺得這好像很重要齁 真的 妳可能一個月至少一天 我一個月一天都沒有 我一個月一天都沒 妳懂嗎 我老公他很想要 可是我就會覺得 很浪費妳的假 哈哈 我跟你說是真的 因為我老公他也會跟我講說 老婆我們要不要就是 哪一天 我有排休 妳那一天要不要休息 老公等一下 我不要這樣講 我就跟他說 有時候我現在沒有時間 沒有沒有 他說我們兩個去約會一下 我就說我就沒有時間 可是好像是必須的 真的要 不然的話現在好像就是 感覺就是各過各的 然後到最後就會 就會形容過 如果回到剛結婚的時候 妳 會想要給自己什麼建議 因為我跟我老公在一起很久很久 所以我們兩個人世界就感覺好久好久 所以一開始結婚的時候 我就想要 就要馬上就有小孩 我說剛剛辦完婚禮 妳的 我十月辦了婚禮 我十月就發現我懷孕了 哇賽 妳這麼的積極喔 我會告訴自己 不要那麼快懷孕先去蜜月人行 所以妳沒有蜜月 我原本一月要去蜜月 後來就取消了 那現在四 所以現在已經剩到四個 都完全沒有 都沒有啊 那沒關係啊 妳在脫嬰啊 妳在脫嬰 然後讓妳跟妳老公 就在度個蜜月啊 對 這是我會 那還好我有度蜜月 那還好我有度蜜月 還好我有度蜜月 那我完全跟你相反欸 我非常後悔我前半年有避孕 為什麼 因為我也是想說我要去蜜月啊 我想要屬於兩個人世界啊 因為我想說 我應該就是那一種很好運的 馬上有就有了 殊不知後面被孕非常的辛苦 我那時候就很後悔 找到我前半年我就不避了 所以妳後悔妳沒有早前生 後悔就是前半年避孕 對對對 因為我不知道原來我後面是這麼的不順利 所以如果回到當初的話 妳就會覺得說 我就是結婚開始 我就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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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甚至後悔還沒結婚前 乾脆說就開機了 我老婆一直在想說 早知道 我前面就這樣 了解 好 回到剛結婚的時候 妳們會給自己什麼建議 妳們真的認為婚姻是愛情的墳墓嗎 妳們可以底下留言告訴我們喔 然後呢幫我們訂閱 然後留言 按讚 按讚 OK 那我們今天節目到這邊囉 大家掰掰 快 那妳是四寶媽咪 但我真的不知道妳要送什麼 所以 讓妳自己挑 讓妳自己選 後來妳們知道要欣葉選什麼嗎 所以我一直很想很想超級想要買的 吃什麼 我已經看超久的 就是標籤集 我超需要標籤集 為什麼妳需要標籤集 也很想來看妳 然後我可能 譬如說吃藥的時候 這是誰的藥水啊 我每次都要放回藥材 如果我有標籤集 我可以貼了 感謝 太好了 太好了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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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太棒了 對 是吧 我真的不知道要送什麼 因為她該有的都有啦 我甚至還跟她說 媽媽也可以 不論是妳還是選包包相片都OK 因為她其實該有的都有 我還是學到小孩的東西 沒錯 但是我覺得大人也可以用到 當然也可以用到 這個是萬能的